吳南無緣 詞曲 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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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午安 現在還早聽到午安對不對 好像兩年前我就聽到下午好晚站好 早站好 都沒有聽過早安晚晚安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代表中華數位 我們以前就是從電子油線開始起家 然後電子油線的過濾 電子油線的篩選 接控一直到電子油線的備份 所以其實電子油線在這十多年來發展 中華企業其實幾乎每一家都有了 每一家都有這樣的設備 可是電子油線它除了使用之外 它可不可以拿來做行銷 可以嗎 可以嗎 而且它應該是最早 最早被拿來做免費行銷工具對不對 那我同意嗎 每個人收到後來都不想收電子油線的原因是什麼 被太多了 垃圾太多了 但是電子油線在這幾年來 有很多工具去篩選它的垃圾油線 相形之下你會發現 包含我們用免費居面好了 你會發現它過濾的垃圾油線過濾的又越精準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們會去看的 變成是比較重要的性 你會覺得說 好棒喔 那垃圾就過濾掉了 我去看的大部分都是有用的資訊 好 因為它有用 所以慢慢的其實也因為這個原因 你這個電子油線就變得更有行銷的目的在 因為你覺得這個信件會進來 應該不是垃圾 可是你要怎麼樣做到這幾點 我現在講一下 在國外很多行銷大師 他們不見得是企業 他們有很多是個人 他們用電子油線賺錢 有五個大秘技 那我現在依依來講 到底是哪五個秘技 光是利用電子油線可以讓你賺到很多錢 再過去 應該說這五大秘技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 衝高網站流量 剛剛我們都有講 SEO 大家都聽過我們對不對 就是整個要讓你的網站被搜尋之後還在前面 當然你還付費的另外 我們不談 SEO是講免費的嘛 一旦被搜尋你的關鍵字 譬如說英語教學 哇 這個關鍵字 如果去登附費廣告號 你們知道以後要花多少錢嗎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 我送很棒的東西喔 我送蝸牛喔 很貴喔 有沒有人知道蝸牛面膜 這裡賺多少錢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要不要猜一下 還有沒有 千萬 面膜耶 不是啦 不是猜面膜多少錢啦 我剛剛問什麼 我剛剛問什麼 關鍵字 關鍵字 英語教學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送給你心愛的老婆好不好 我跟各位講 給你身上男生 都可以 你要保養也很好 他送給老婆他很開心 其實我之前因為 經過類似的案子喔 某某的英語教學的 很全球化的那個這樣 所以這很恐怖喔 可是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想要點就SEO這種免費的流量而已 到底怎麼樣讓人家 點了之後不要讓我一直花掉100塊 被點一下花100塊耶 那麼很恐怖 一天可能要花5、6萬耶 一個月的薪水不見了 就這樣被點完了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衝到網站流量的話 這是一個大家都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剛剛講的喔 雅虎關鍵字廣告他也在幫你做這件事 你每個月就是花幾百萬 假設那個關鍵字很競爭的話 那Google當然也不妨多讓啊 Google他的平等那麼大 我們現在有很多 不管你看到的部落格 或是很多網站 旁邊都會掛一個Google AdSense AdWords 有沒有 Google AdSense 廣告其實他散佈在每一個 想要賺AdSense的這種小金額的部落客身上 他們的部落格都有相關的 甚至你今天說Gmail 他的Web界面裡面也有買很多這類的小廣告 對不對 好 那 那不要忘記了 臉書這個非常恐怖的平台 他很恐怖 到底怎麼恐怖呢 每天沒有上臉書的舉手一下 喔 真的嗎 每個人都有上 有上的舉手一下 哇 真的喔 每個人都有上 真的 那可是臉書他比關鍵字廣告更恐怖 在什麼地方 他的廣告怎麼燈你們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說他舉手回答一下 實名字 蛤 實名字 實名字 對啦 所以他的廣告的投放非常精準 非常精準 謝謝 鼓上一下 Facebook的大恐怖的地方在於你在實名字的當下 他會不會跟你要很多 資料 你會不會去按某些粉絲抓一些按讚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耶 那你有沒有填你的性別 還有填你的年紀 什麼色方面的 你的興趣 你的工作 因為你想要找到你的朋友 所以你會想要把你的學歷也公佈在上面 甚至你的工作也公佈在上面 你寫詩號也公佈在上面 這樣子你可以找到跟你的同好 你可以找到你的同學 你可以找到跟你住附近的人 可是因為這些資訊他都有了之後 哇 你去登廣告 恐怖了 假設我今天是要賣這個面膜好了 你要去登男生來看嗎 比較不會嘛 對不對 一般我們如果是面膜 你可能會打18歲 可能18歲太年輕也許不需要 台灣比較沒老話那麼快 美國包括16歲就要 那可能我會鎖定在20歲啊 到40歲之間 甚至到50歲對不對 然後我還會針對理性族群 然後我還會針對喜歡保養的 為什麼我知道他喜歡保養 因為我在臉書打廣告 我可以去針對他在哪一個粉絲團出沒 恐怖恐怖 所以他打廣告非常準耶 你如果在跟Yahoo Google 關鍵字廣告 或者是做SEO 都有一定程度的難度 因為你要跟他競爭這個難度 可是你的廣告到底能不能被搜尋到 就要看大家去競爭的結果 是不是很多人在競爭 如果很多人在競爭的話 相對你被click一下的那個單位的錢 是非常高的 可是你今天如果希望把廣告投放在臉書的話 你一定會去篩選到什麼 我們一定要的是什麼客戶 精不精準 要不要精準的 我們一定是要精準的客戶嘛 所以在臉書投放廣告的話 就有很多人開始去研究了 甚至有都 我們講的黑派工具 什麼叫黑派工具呢 我會去設法取得 某某保養專區的粉絲的ID 每個人上臉書是不是有一個特有的ID 這一串數字ID 甚至還有這種工具來去開發這種工具 把那一個粉絲團的粉絲 可是粉絲有沒有大陸都講假粉 有沒有假的 有的人會去灌嘛對不對 工具去灌粉絲嘛 可是這種工具很恐怖啊 他會連那個真正的粉絲也撈出來 什麼叫真正的粉絲 有在裡面互動的叫真正的粉絲 他沒有互動那個他就不抓了 所以竟然還會發展到這種工具 那你如果真的這樣子有在互動的人 去登廣告讓他在粉絲 在Facebook看到的話 是不是很準 有沒有很準 這些都是很主要的客群 這個臉書恐怖的地方 那講到SEO 大家都知道說寫嘛 搜尋引擎油碼 這是LG Adonization 這個已經講好幾年了啦 大部分人應該都知道了 問題是很難做 因為越多人知道 行銷怎麼會都一樣 越多人知道 他就越沒有下 因為你不是第一個知道 對不對 想當初在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叫序曲 那時候 剛出來的關鍵字廣告 Yahoo還沒有買下序曲的時候 那時候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哇 很棒耶 我只要登Mail Server 我排第一個 而且等一下才3塊錢 就等下3塊錢 那時候 欸 我請業務你知道嗎 網站就是24小時的業務 就在公司接電話就好了 接電話報價 然後去移價就這樣 那段時間過得非常舒服啊 可是2005年之後 越來越多人知道了 很多大廠 是不是有相同類型的產品 非常多啊 就那時候就開始 關鍵字廣告 後來被點一下幾十塊 已經快吃不消了 一個月 關鍵字行銷預算 可能花了好幾萬 甚至幾十萬 有的虛擬足跡傷線 一個月花六十幾萬 一百萬 都有 所以SEO到後來就非常非常的受到重視 因為大家希望被點到的時候不要浮費 被點到不要浮費是SEO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很多人 很多台灣人到現在還非常疏忽 是什麼 上傳Youtube影片要不要錢 丟錢對不對 可是上傳Youtube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被看到嘛對不對 那被看到 被看到有什麼用 被看到 你知道這個 這誰 喜馬 不是那一塊嘛 那一塊嘛 你懂在後面 我說話 怕怕怕怕 前輩 這些江南大叔 他的 他的影片 這去年的七月十五號 我看得出來的時候 在幾天之內 就達到 在76天之內達到了3億個點擊率 然後我就去看他的這個影片的下面 到底放了什麼東西啊 其他下面就是放他們的網站連結 這是他的目的 所以 可是他上 他上Youtube 他 他有付錢給Youtube嗎 沒有嘛 所以他是不是一種免費的創意行銷 沒有 包含這兩年很夯的微電影 有沒有 大家是不是希望 透過微電影讓人家看到你 然後接著呢 底下就有一些連結 那為什麼說 他很很重要 我今天講完之後可能就沒笑了啦 因為他很重要是因為很少人做 很少人做 那很少人做 他是不是就有效 假設你今天登一個影片 然後下面寫的關鍵字 我講關鍵字 剛才時優假都是關鍵字 影片有沒有關鍵字 有嘛 然後底下還有敘述 他一個阻止一個敘述 然後在底下有他的標籤 有沒有 這幾個都是關鍵字 可是大部分人都懶得去登影片 大部分 或者是 假設我們是同業好了 我登10個影片你只登5個 你覺得誰的庫方力有比較高 一定我嘛 我登10個啊 你就知道我現在登幾個了 我已經登了兩百 兩百折影片出去了 那就 想到就做 想到就做 但是做影片有很多工具跟方法 甚至你要後製啊幹嘛的 你都可以用很 很簡單的電子工具做 可是到不然不知道 好那 你就不要講家人大叔啦 你說這個 這個因為大家看過了都知道 他其實他的團隊很龐大嘛對不對 那影片做的精緻度是非常高的 那一般人怎麼辦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看過舉手一下 有嗎 有 有不錯 有一罐 一罐喔 這影片點擊力也是破億耶 他就拿個手機對著小朋友來找而已 叫什麼 哎 Charlie beat me 就是他咬我 他弟弟咬他 然後一直見就 啊 一直叫 然後就這樣 就在影片而已 他點擊率就超高的 所以其實做影片 只要有創意 你不見得是要大卡司啊 很好的設備啊 不用 不用 自然就有流量 要是創意 而且不用錢 那當然還有blog啊 blog是一種免費廣告嘛 可是因為到後來寫blog人太多了 相形之下 你的blog要贏過別人 排在別人前面 只有幾個 只有幾個方法啦 要嘛 你也創意比別人久 但是你已經輸了 因為別人先做了 第二個你要怎麼追上 你的量比別人多 你的比別人多 第三個 你內容要有料 人家想看 因爲布格跟雅虎他會去統計 你今天來的人 到底是 贏了多久啊 你假如說你裡面文章一千篇了 結果每個人來這邊一秒鐘看到 啊都是廣告跳走了 有沒有笑 那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還要在blog上跟你的話 但是他還是要做 因爲人家有在做 你沒在做就是不行嘛 你還是要做 好 但是關於流量 他還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講了就沒笑 講了沒笑 可是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說什麼 不好扣 都沒有拿出來掃 啊我已經講了不可告人嘛 所以就埋在裡面了 啊你埋不上 沒關係之後之後有dm應該去拿 然後再來呢 第二大步驟 剛 流量就講很久了 我講快一點 剛講了第一個流量嘛 但是流量引進來之後 你還要引到哪裡去是不是重點 假設你引到網站首頁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 引到網站首頁有效 可是他會不會買單 不一定 很好 他不一定要買單 然後那個人會做什麼動作 不買的話會怎樣 走掉 啊那你得到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在中間公路開一個服飾店 一天進來一千個客戶 然後一間 一另外一個店 開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一天進來一百個客戶 然後一千個客戶的 這家中校公路店 當天買衣服的人 人只有二十個 那另外九百八十個人就走掉了 你有沒有想 想過這件事情 假設這是一個網路商店的話 一天來一千個人 有二十個人下單 另外九百八十個人 他們就走掉了 你有沒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讓他留下來 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不可以留他的資料 你想不想讓 想讓客戶留他的資料 有舉個招吧 想嘛對不對 怎麼讓他留資料 這邊講的就是 名單收集的重要 假設他今天到你的網站去 他發現 你提供了蠻不錯的東西 譬如說 好 送一個杯子好了 我又沒做什麼事情 我怎麼拿杯子 有啊 你留名單好不好 你就留一下你的email就好了 或者是手機啊 當然你欄位越少是人家越 越想甜還是越不想甜 欄位越少越想甜嘛對不對 所以通常在國外啊 大部分人家都只有一個到兩個欄位 一個 只有一個欄位的話要留什麼 email對不對 因為最無害嘛 他覺得這個最 最不當成隱私嘛 所以國外有很多大師 他們都只提供一個欄位留email 如果兩個欄位的話呢 第二個是什麼 電話 我猜猜嗎 一般是姓名 一般是姓名 因為一般我們會發客製化郵件 人家客製化郵件 比如說 小毛 然後email 到時候他會收到一封信 小毛 你好 我是某某某 這個叫客製化 每一個人去留了表單之後 收到了贈品 然後 他就會收到這封信 小毛 你好 我們要送給你什麼什麼東西 請到這裡下載 他送的可不可以是虛擬商品 你覺得虛擬商有沒有價值 某種程度是非常有價值的 譬如說知識 我如果是賣炒菜鍋 我可不可以送這個炒菜鍋所有的 秘密的食譜 可以嗎 那這個食譜可不可以是電子書 可以嗎 可不可以是影片 影片是不是更棒 在網路上 對YouTube也不用錢 以前我們 要讓我們去做行銷 還要自己加台 串流伺服器 我還花下來好多錢 而且當時蘋果仔雙向512K 當時 影片沒怎麼看 我們即使弄得出server 對方也是撥接數據機 根本就沒辦法看嘛 可是現在YouTube不用錢嘛 所以其實你的Email是不是很創新 所以大家都看過這樣子的表單嘛對不對 如果你少這個barcode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表單 覺得很好玩 你就舔一舔你就收到禮物了 好 收集名單有技巧 像剛剛講的 你的電子書是你的魚鉤 是你的魚兒啊 今天我們去做廣告的時候 我給大家一個功課回去 你去搜尋我剛剛講的英語教學就好了 然後你發現上面有登廣告的那些 我剛剛講 他們每個月可能都花上百萬的預算 廣告預算 光是關鍵字廣告 其他就做不談 他們的那個 關鍵字廣告點擊下去之後 你去試試看 他是不是跳到首頁 絕對不是 他一定是跳到一個頁面 那個頁面很focus 集中在正品 你來這邊一對一免費 然後呢 只要你留下底下的資料 都是這種頁面 那個叫什麼 名單收集頁 他一定是先收集你的名單之後 然後產生什麼事情 你就開始接他電話了 因為你又不要來上課 這是一種 可是還有一種 你會開始收到email 第一封 感謝你 送你這品 第二封 可能隔兩天 感謝你 教你英文的長短句 第三封 感謝你 然後又送你英文的小冊子什麼的 電子書 第四封 再送你一點點東西 可是底下會講到什麼東西 他要開始賣你東西 重點是他的前三封有沒有賣你東西 他是不是一直在給 一直在付出 今天我們在網路上要交朋友 或者是在實體的賣 要跟人家成為好朋友 剛開始是不是都是先給 每次到一個機會場合 我的名片拿出來 你好我在賣這個東西 再見 就是大家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一般的行銷 實體行銷跟網路行銷一樣啦 剛開始你一定要先給 你要先給他覺得 你這個人有sense 有程度 有專業知識 而且你的東西我想要 之後呢 你再開始談 你到底在賣什麼東西 剛開始的那些形象 你還沒有建立出來之前 他會不會跟你買 很難講 假設他那個當下非常的需要 而且又找不到人的話 他有可能跟你買 可是那種狀況都不多 不多嘛 所以我們要善用這個魚耳 讓他想要 然後去填表單 這就是我們希望收集到名單的意義 那自動新鮮的跟進 就是我剛講的 你不只是收到一封信而已 一旦他填了表單之後 他會收到第一封 第一封 第三封 第三封 第四封 然後慢慢的 你被他洗腦了之後 就是你開始信任他之後 你就會 你就會發現 你這個人的東西 腦袋裡面有東西 推薦的東西也蠻不錯的 那個時候你才會想跟他買 其實這個世界上不缺好產品 你知道嗎 因為每個人都很競爭 他賣的也不錯 他賣的也很好 譬如說 光是做保險就好了 那麼多人 台灣好幾萬人都賣保單 那你要跟誰買 你是不是到後來會跟 比較熟的朋友 甚至 或者是 專業知識反正已經不是最終考量了對不對 已經不是第一考量了對不對 其實你喜歡誰嘛 就跟他買 到後來就變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系統 我剛講的這個全部都是系統自動化運作的 就是說你今天收集到一個名單 你要發第一封信給他 發第二封信給他 發第三封信給他 這個不是你人自己來做的 這個是系統自己去做的 我國外這種系統其實已經發展好多年了 可是國內 我搜尋了好多家 都沒有人做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國外的大師因為這樣子 數年下來 他們收集到名單已經 好幾十萬筆了 我們想想看 哪一家 我們台灣中央企業 哪一家的客戶資料有超過十萬筆的 應該比較少嘛對不對 可是國外的網路行銷大師 他們才 以個人來講 他就是一個簡簡單的網站 但是裡面content很不錯 他就這樣一直蒐集名單 一直蒐集名單 甚至去各個地方去打廣告 大家因為看到剛剛看到的那個 他要送什麼東西 有興趣就有資料 就因為這樣子 不管是付費或免費的方法 他就拿到很多名單 那這些名單事後 這個就叫養名單 你要培養 你要培養這些人 讓他對你的專業感到信任之後 你才可以慢慢下去賣你的東西 所以呢 跟進信件它就是一種 讓目標客戶的購買情緒 逐漸升溫的過程 讓他們逐漸升溫 然後慢慢地對你產生信賴感 這才是 我們要的目的 那這個信任關係 剛剛講的嘛 你要用email去跟進它 還是要用電話去跟進它 傳統的話 你一個業務行銷人員 你要用電話去跟進它是不是 你必須去記得 這個人我打過幾次電話 上次跟他講了什麼對不對 不可避免的 我們用很多商品 還是必須走這一關 但是呢 萬一這一關你沒有做到的話 你這一關 這是不是可以並行對不對 它可以並行啊 它可以去彌補 你沒有做到這件事情啊 那假設你是個人的話 你光是自己在網路創業 你用這套系統 你自己就可以去做到了 很簡單 那更新信用哪些方式呢 雖然說email是很多人 早就會用的東西 但是你看 如果純粹是純文字的話 它起碼要提供有價值的相關資訊 對方才會想看 對不對 因為畢竟它是因為先看了某一個 你的餘耳葉 你要送到東西 他有興趣進來的 所以你要送相關的東西給他 但是呢 假設你的email可以長得像這樣子 email可不可以插圖片 可以嗎 不知道email可以 不知道email怎麼插圖片的人 可不可以插一下 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那你們平常寫信 會插圖片的人 舉手一下 不管哦 會插圖片的人有一個 不錯 會插圖片 會插圖片哦 我都習慣哦 至少有一個簽名檔 有自己的照片 因為我今天跟他交換名片之後 哪天寄光信給他 好你要寫某某某 我們曾經在哪邊交換過名片 然後我最常說到是這樣子 某某某你好 我們曾經在哪邊交換過名片 我是誰誰誰 我迪光什麼專夫 然後呢 我已經忘記他是誰了 即使我去把名片撈出來看 我也不曉得他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那所以如果你的簽名檔夾張圖片 是不是辨識度就很高 讓別人記得你 那甚至是說 你的影片裡面可不可以 你的email裡面可不可以插影片 可不可以插影片 可以的舉手 可以喔 其實不容易插啦 但是 你可以插 你可以插一張圖片 像我這個看起來 是不是youtube的影片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它是影片嗎 它其實只是一個圖片 那為什麼我要插這樣的圖片 因為我希望對方看到的時候 以為他可以點 他真的可以點 因為我是連結 就點下去 點下去就連到那個影片去 我就把它點到youtube去就好了 或者是我把youtube切入某一個網頁 我就讓他點到那個網頁就好了 因為我想做SEO嘛 SEO有一個蠻大的關鍵是什麼 瀏覽率高 它就容易就排前面嘛 那我如果email散出去是好幾千封 每個人都點一下 可能網站是不是一天來好幾千人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是蒐集名單的用力 好 所以呢 跟進新的主要目的就是我剛剛講 你要跟你的目標客戶建立關係 然後讓他去全製造運作 因為今天如果來的人有100個人 你有沒有辦法記得哪一個人是什麼 哪一個人今天應該收到第幾封信 人好做不到對不對 人好做不到 你必須靠系統去做 然後呢 他客戶雖然不限制啊 你要千個一萬個都ok嘛 可是當然你的電子的建築系統 有沒有辦法去支撐 這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手錄圈 你可能國內、國外 你都可以去找了這樣手錄圈 國內很少啦 好 那有些數量不限嘛 你可以預先寫好時封排成信件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現在有很多網站會提供電子報服務對不對 可是寫電子報的人 他是不是每個一段時間就必須去創新 一封信有件 因為他會擔心我這個禮拜發的 那是不是有的人之前看過了 假設他要發舊信件的話 他是不是會擔心 上禮拜加入的人上禮拜已經收過第一封了 那這禮拜加入的人呢 我想送第一封給對方 因為他這禮拜才加入 他應該沒看過第一封 問題是你是一起送出去的嘛 所以上禮拜那一個人已經看過你 你上禮拜寄出去的第一封了 那怎麼辦 你就變成每個每次 每個月或每個禮拜 你必須一定要創建一封新的email 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樣 可是他剛剛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可以先寫好數十封 或十封或三封或五封就好了 因為呢 每一個加入的人 系統都會依序寄給他 第一封第二封 第三封 第四封 一序哦 這樣聽得懂嗎 第一封 A這個人訂閱了 這個禮拜都第一封 下個禮拜收到第二封 可是B這個人是下個禮拜才訂閱的 他只會收到第一封 系統要幫你排序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做網路行銷的時候 你可以很自動化的把這個事情做好 最後一步呢 我們才會講到 因為前面四個步驟 我們主要都是在做信任關係的培育 假設今天客戶對你沒有信任感 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你賣的東西別人也有在賣 我為什麼一定要跟你買 而且我們是在網路上互相認識的 他根本連你的臉都沒看過 更何況哪有交情 別人又有在賣 除非你的東西比別人便宜 但是 真的比別人便宜 我就跟你買嗎 不一定嘛 有時候拿回來貨怪怪的 假貨 尤其是吃的更恐怖 最近太敏感了 不要講 最近太敏感了 連看起來像真貨的東西也是假貨 沒有辦法 所以你在客戶的心中 他是不是信賴你其實是最最最重要的 那我們就是一直在培養這樣的觀念 讓客戶信賴你的話 你要賣什麼東西都好賣 什麼東西都好賣 所以最後一步我們才會進到銷售產品 前面已經培養過了 然後你可以提供解決方案 因為他一開始 表斷就是因為對你的東西有興趣 所以你提供解決方案 還有呢 你可以把很高價的東西 用很低的價格去販售 像我剛剛講的 你的知識是不是很重要 因為有些優惠搞不好價值幾百萬 而這種東西 它如果轉化成電子書 它就是一種知識 它轉化成影片的教學 它就是一種知識 這個東西對客戶來講 非常的有價值 但是對你自己來說 你要Copy到的不容易 很簡單嘛 你要做幾證都OK嘛 你要送一千個人一萬個人 都不用成本 因為它不是實體的 可是它對客戶來說 非常有價值 我們還可以去搭配低成本 但是高價值證 比如說電子書影片 然後再用限時限量的銷售方式 譬如說我就到10月底 10月底沒有的話 下個月就 我就不送了 其實下個月你可能還有新的東西可以送 那在電子就是這種東西 知識的東西你可以一直去創新 一直有生產新的東西出來 因為只要你有know好你有腦袋 這些成本對你來說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 你剛開始講的導入流量 然後再來 我們是不是要擷取它的名單 如果E-mail對它來說最無害 所以我們有限取得它的E-mail 而且E-mail 雖然說現在大家使用率 被一些微信或者是賣取代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不管你要註冊什麼服務 都要用到什麼 還是要用到 所以大家還是會看 還是會看 包含你註冊臉書也是啊 每個人都用臉書 不見得用E-mail 問題是你註冊臉書要不要E-mail 你臉書的密碼忘記了 你要不要E-mail拿回來 都要 所以再來就是剛講的 電子報有用資訊 你傳給對方 對方開始慢慢建立新的關係 最後你再去買東西 他不要急 大部分人都是 我做關鍵字導入流量 然後馬上買東西 對不對 中間的過程是不是很多人都會忽略掉 大部分 你看所有的網站 不管SEO或者是關鍵字廣告 點下去就直接銷售 我賣衣服 直接到賣衣服的網站去 可是他當時如果沒有需求的話 他當時不見得很忙 或者是當時很晚了 或旁邊有人叫他 他網站打開了 好不容易他點了 你花50塊到你的網站去 就被叫走了 下次要回來的時候 電腦關機了 他又再不收一次 他再收到的時候不見得是你 因為有人關鍵字跟著比你還貴 別人排在你前面 沒有找到你 好 這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那 剛講這個 這個就是 如果你們有掃的話 你就會看到 它有一個表單 那你掃完這個時候 那個表單呢 你就會在上面填寫 你在上面填寫 我在哪裡 呃 你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看到這個東西 我會連續 可是我改掉了 連續20天我怕太燒到大家了 所以我改了每隔2天 然後每隔7天 我就把整個我當初創業的網絡行銷過程 然後沒有給你們 它是全自動的 所以你只要填姓名啊 E-mail 手機 認識場合 譬如說認識場合 今天是 EwaBlog系列講座嘛 那 你會收到這樣的信件 譬如說 哈囉 某某某你好 很高興你一在什麼什麼聚會場合認識 你會發發相關好 然後 信件內容就會帶 很高興你一在哪邊認識 某某某你好 這是客製化的信件 它就是客製化的信件 不管 等於說你們每個人填的資料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送出去都會針對 你們的姓名跟這個聚會場合 這個就是 我們很喜歡去做一種 今天各位今天不參加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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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